字幕提供 哈囉 朋友 各位 我是瘋破 我們今天玩的就是 My Class 沒錯 然後我們今天玩的就是這一個 Edge of Dreams 呃 夢境邊緣 好 那我們就繼續吧 然後這個是我們上一次的時候掉下來了那個洞 感覺那是該死的肚 目前來講應該是不用太擔心 因為他們好像是沒辦法過來 當然這個只是我目前的猜測 好 然後目前來講我是想要把這東西給解決掉 所以呢應該是要 來我們的 然後這個地方也燒個岩漿 這也是完全岩漿流 好了 清掉 可是花的時間比箱上還要長 真麻煩 要死吧 唉唷 領冬將至 Winter Winter is coming是吧 蛤 領冬山脈神器之一 喔 看來是神器 還有不朽的鐵甲 好了 在這邊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 為什麼我的綠寶石沒辦法把這個東西給放在一起 這個綠寶石跟這邊的綠寶石不一樣嗎 你這個有開玩笑嗎 也太不一樣了吧 這個有沒有不... 無法破壞 這還不錯啊 而且還無限 那這樣我就不需要那麼多弓箭 我這邊比較缺少應該是食物啦 所以我還是得把這邊全部弄掉 弄成... 馬鈴薯 你們接下來會看到就是我烤了一堆馬鈴薯來吃 你要養殖動物的話那你就需要小麥啊 胡油波啊或者是種子這一類的東西 問題是牛肉這一類的東西其實並不好 你要...你要...你要圈養首先來講 你要圈養就很麻煩 它不是那麼容易你想...你想種就可以種 然後... 雖然說牛肉是最補...牛...牛肉豬肉是最補的 但...通常來講...嗯... 數量不好弄 而且... 他們要供應的食物也不一樣 何況你還要先種東西你才可以養它 再者它還會亂跑 而且你還有掠奪你才可以找到足夠多的食物去... 把它弄起來 這樣的話其實...某種程度來講其實並不是很經濟實惠 我是說就以這種... CTM地圖這種冒險地圖來看的話 是很不經濟實惠的作物...那個... 的產物啊... 考量到各種...各種成本因素吧 馬鈴薯相...呃...相較於其他農族來講 馬鈴薯大概是最...最最容易啊 馬鈴薯應該是最容易讓你獲得最最高CP值的東西 我希望那個喔... 以後熔爐也可以有其他色系喔 這樣子我就可以安三眼閃長遠 但是你做出來的話顏色也會比較可愛一點 哈哈哈哈 這樣是不是有點想太多了 並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覺得可以先這樣試試看 這裡的上車 What WTF WTF 搞這一套的天啊 又給我長出來 給我燒毀了 你也給我滾 你也給我滾 50等啊...這個...好無意義的東西 好... 這樣子我就不用擔心這裡的東西了 下面這邊...也是麻煩 在這裡有一一堆麻煩的東西 一一堆 一一堆啊 還好 還有很多東西我並不需要特別去擔心它 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哈哈 總之呢...先回復我的... 東西...然後食物 東西...然後食物 這是幹嘛的 突然... 喔... 這可以清掉了 喔...它這個地方看過去還有... 哇...糟糕 好... 酸... 哇靠... 真麻... 麻煩 還有這邊都有備好多東西 我這邊... 這邊儲備了超多東西了 要不然我就爆了 我做了很多... 很多... 很多... 其...其他手準備 省得我一直出問題 不要再說了... 燒毀吧... 乖乖被燒毀... 啊...沒事... 這邊還有...像是隱藏地下層的地方真的很麻煩耶... 我剛才突然醒悟到說原來這個地方還有這種區域 我剛才突然醒悟到說原來這個地方還有這種區域 關掉你們 關掉你們 嗯啊 然後再把岩漿回收 喔... 沒有看到我... 這...箱子 這...心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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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譁! 喔... 下面有什麼東西嗎? 好像有煤炭 是不是算了 下面有什麼東西嗎? 好像有煤炭 是不是算了 這什麼? 這樣沒了 搞什麼? 你真的覺得這個東西可以搞到我? 瘋狂 下面就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了 欠的差不多了 然後呢 我怪獅狂要不要先收集點TNT 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會挺有用的 不知道我覺得TNT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會挺有用的 所以我決定之後先留著一些吧 先囤著 方便我以後 闖關 或者是弄什麼東西的時候用 嗯 想想還挺不錯的 沒炭 好啦 然後現在我們就 身上的東西應該 身上的東西應該還好吧 除了 對 某些 某些這個 食物我應該是不用擔心 食物先收好 食物目前不需要這麼多 這邊 我先繼續去攻打那邊那個 欸 這邊這邊你們就不用太在意 因為這邊畢竟是正常 正常操作 我一定要種種點樹的 然後目前為止看起來最方便種樹的地方就是這裡了 你看廣闊 廣闊 廣闊 又高 有任何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所以我就餓了 好 然後現在我們有領冬薑枝應該就可以比較方便 這樣子 目前來講下面這邊已經沒有青光了那就走上面 然後上面的話 上面的話 哇塞 等一下也太痛了吧 啊摔死了 哈哈 欸怎麼會噴裝了咧 說好不噴裝的咧 說好不噴裝的咧 啊 設定上 設定問題 因為這個 重新 重新給它 裝過之後 重新給做的修正之後 這個就改了 這個就改了 變成我會噴裝了 這個東西 哇 最麻煩的設定來了 天啊 好吧 我們就要上去 沖上去 倒一桶 倒一桶水 哇靠這裡太痛了吧 好你們繼續你們繼續 我繼續去撈水 我繼續撈水好嗎 我現在感覺很糟 不是等級的問題 是我會我會一直 掉裝的問題 哇 還送 走走走走走 很好 好了 我們已經死定了 正他喵的 哇 沒有地圖了 怎樣 這是bug嗎 算了 什麼事都別說了 好啦 又是一個可以適合我 種樹的地方 還真的還蠻適合這種樹 地圖沒有了 所以 很可惜 目前來講 應該就是要顯示說這邊這個區域吧 這邊這個大要塞 這邊既然沒有什麼可以說的 那就上去吧 蛤蠻死的這個地方 好了 不用再擔心岩漿問題了 因為 這邊就有 看了這邊有煤炭了 很棒 打開 這是想打開什麼東西 哪邊有密道的意思嗎 哪邊有密道的意思嗎 難不常往裡面挖的意思嗎 難不常往裡面挖的意思嗎 因為有點依依不明 所以 呼呼呼呼呼 哇 哇 哇 完成了 完了再次證實 這種東西的重要性 往藥塞挖開即可 大礦坑 我現在有點不知所謂的感覺啊 因為你要知道我噴掉的話東西全部都噴在這裡 還好我剛剛有點機智 賞你們岩漿好嗎 感謝你們的辛勞 然後那個王就很憋屈的這樣死掉了 我也不知道他會掉什麼東西我也不在乎 總之呢 可明其妙的但是我打贏了 我還是贏了 好嗎 由於呢我的重生機制要重新去處理的關係 所以我今天訓練到這邊先結束了 亂七八突然突然發現了我自己死掉之後我會噴撞 還好我自己有找地方睡覺 要不然我就要真的重跑一次 然後重跑一次的話我可以重新設置一次 這樣子的話你的書 這樣的話其實建議的話就是你的書本上面 我按下去 然後就可以調整我的設定 就大力復蘇不要解一下 就大致上 大力復蘇這一方面真的有做 很完善的機制啊 就是避免說像這種情況發生的 等級方面就不用太擔心啦 因為畢竟 壞這麼多 現在怎麼生都 容易 然後接下來 比較麻煩就是我要先做一些其他的東西 先把自己先農起來 農一些基本的東西 我到時候還要看是那個商人到底有沒有效 你調整過了 好啦那今天這樣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See you